大家早上好 哎呀 我已经起来了 现在已经12点25了 今天不是说讲好了 要骑自营车到我闺女上学的学校去的吗 结果呢 昨天跟我老公发生了一点争执 为什么争执呢 就是因为我这个月25号我要考 就是德国的政治和历史 还有社会嘛 这个东西 一共是330道题 但是考的时候的话只有33道题 答对率的话 只要33道 答对17道 那你就过了 我们还有10天的课程 其实就是一个理 七天的课程 因为明天还是上课了 就是开学了 然后到21号结束 25号我要考试 然后呢 我在想 我这么长时间呢 我也想考个驾照 之前我老公一直说 你赶紧考驾照 你不考驾照的话 像你这么喜欢采蘑菇 再说在德国这里交通啊 也不是很方便 你不开车的话 真的是很不方便 所以呢 他也鼓励我 让我去学开车 考个驾照 结果呢 一看价格 人家就跟我来了一句 哇 去德雷斯顿去考 便宜 法国考便宜 然后又查到捷克考便宜 阿尔巴尼亚考便宜 然后塞维亚便宜 哇 那个天哪 我说当时我就很火啊 他说你别上班了 你挣的那些钱还不如省下来 到别的地方去 就是 别的地方考试能省下2000多欧 他说你这样子的话 你一个月才能拿多少钱 哎呀 把你给气死了 后来呢 我就说 我说好啊 我说我到那个地方去 不一定考到 不是说你一个月 就能考下来的 考试这东西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考驾照 一开始听理论题 听的理论 你不是天天去 但是你 也要一个星期去两次 还有就是你路考的时候 就是你上路 老师要教你的 你不是说 所有都是线下的 线上的 都是要线下的 人跟人接触的 不是说你觉得你考试 你觉得你开车 他说我要培训你 让你达到 就是很熟练的驾驶技术 我们这旁边有一个 就是训练地 在德国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你学的时候 你没有驾照 旁边一定要做个 有驾照的人 但是呢 就是这个人呢 他不可以在其他的路上 教你的 如果在其他路上 他教你 被警察逮到的话 他要坐牢的 所以呢 就是我们到指定的地方去 就花一点小钱 就可以去学 那个地方是允许的 所以他想到那个地方去教我 教我的时候 让我 就直接上 就是训练的 驾驶技术很好的之后 跟教练讲 我会开车 这个东西不是说 我说我会开车 没有用的 教练觉得你会开才行的 是不是 所以昨天就为这个气死我了 我在想 哎呀 一共差不多要学到手 差不多3000到4000块钱这样子 价格的确是有点贵 他老是跟我比较去年 他以前考试的时候 只要450块 那个时候多便宜 那你想想看 你这是多少年前的事 将近快40年前的事了 那你想想看 那个时候多少钱 现在多少钱 你不能让他都相提并论 就是理论题 一共是1100多道吧 我让他在网上看一下 人家看了一下子 答错了一半 对一半错一半 他说 我都考不过 你肯定也不会过的 你说像人家的老公 都会给老婆 就带来给你打气 就是为你加油 给你鼓舞 然后鼓励你去学 对吧 就怕你觉得难 他倒好 上去给你泼一盆冷水 你说有这样的老公了吗 后来他 我估计他就是泪一叉了 看到那个钱的时候 他大老了 那根神经就搭错了 后来过一会儿好了 我说还要我到别的地方去学吗 不了不了 我们就在这学 我说那你当时 他自然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所有的想法是好的 目的地就是 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目的就是想让你去考个驾照 但是呢 拐来拐去 你还是在这个地方 他的目的 就是目的是一个 但是他出发点的时候 他就让你感觉很不爽 当时我在想 我挣工资我自己来付吧 好的 没有没有 怎么怎么理 把我给气死了 所以啊 靠人都不如靠自己 所以女人 一定要记住了 一定要靠自己 靠山 山倒 靠人 人跑 只有靠自己 才是最坚强的后盾 还有一点 不要难 趁着年轻赶紧学 我的很多好朋友都跟我讲 赶紧学 不学的话 题目越来越难 价格越来越贵 而且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的记忆力 也会越来越不好 所以 早学 什么事情都自己 有了 等你有了这个驾驶 你想到哪 到哪去 也不会 看别人的脸色了 就是 不会麻烦他 去 开车送你 你自己会开车 开了就跑 我何必呢 就是一定要狠下心来 其实这他 其实男人逼着你 去学的话 这是一件好事 当你会开车了之后 你就没有那种恐惧感 原来开车 如此的简单 你会感激他 因为你就觉得像 长了翅膀的小鸟 想飞到哪 飞到哪 是不是多方便 一定要学会开车 真的 加油吧 为自己加油 我星期明天就是让他 给我到我们村上 去报名 先问一下价格 然后我觉得怎么样 去报名 我打算冬天的时候考 很多人都会跟我讲 冬天不要考 冬天的时候路面滑 开车不好 有下雪嘛 有冰块 其实的话 这会儿每年都会结冰的 就是如果你没有 开过这个 训练过这个 结冰的时候 你到冬天 你结冰的时候 你会害怕的 所以呢 冬天就冬天吧 无所谓 能就能一点 学过了就好 正常的话 我的很多朋友 他们都是五个月 拿下来的 五个月拿下来 那我就笨一点 我八个月拿下来 行不行 相信自己 我一定要努力了 再做鸡蛋 我闺女已经起床了 今天的面包又没有多少了 所以让她去买蝴蝶肩面包 现在开始吃早饭了 看这个马峰 马峰呀 整天在它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的 吃饭吃饭 我闺女是鸡蛋被我剪的 有点黑黑的呢 把自行车气也擦好了 也冲好了 不是擦好了 然后呢 装了一个后视镜 不然的话 其实你这有的时候 其实只要左边就行了 右边不需要 因为我们都骑在右边的嘛 只有到左边的时候才需要 我们就装了一个 本来想把这个装到下面来的 但是它装不了 我这个下面 被这个东西给遮住了 这个调档位的 这个马上准备出发 今天太热了 我们已经骑了快一个小时了 热的我受不了了 我已经喝了一遍水了 还有多久我还不知道 我闺女的话坐S班去 就是坐地铁去 同志们 大家说说我的眼睛得多接 我在这个路边 就看见这里有蘑菇了 一个 两个 两个蘑菇 我已经到苏年里头了 我老公坐在那边喝啤酒 给他带了一瓶啤酒 让它安静一会儿 我先找一找蘑菇 刚才在路边发现了两个 立马让我信心大声了 发现有蘑菇了 这个蘑菇 这不是建筑厅吗 是不是 是这个蘑菇 是这个蘑菇 板栗牛肝菌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看到一个 健守青 哎呦 好难找啊 两个双胞胎长在一起的 我一直到这路上刚才走过去都没看见这边有个蘑菇 不知道这是什么蘑菇 哦 健守青 走了 刚才踩到两个流干筋的时候 刚才切开了一看 全是虫子 一个有虫 一个没虫 刚才看到的健守青也是有虫的 好了 现在出发 向我闺女学校去 原来她已经开始坐地铁了 这条道非常好 专门自行车 右边这个是人行的 这边都是自行车道 看我在骑自行车 看这里 其实很多地方这个也是可以吃的 你看 它已经喷粉了 这么多 这边还都是 这个树上长得到处都是 我们已经到这个叫布布林恩的城市了 我闺女坐的那趟地铁 那趟取消掉了 怎么办呢 要很晚才能过来 这个市里头还挺好的 要等它等一个多小时 所以我们决定找一个吃冰淇淋的地方 太不容易了 今天热死了 一直带着水 大半瓶水都喝完了 现在等我归宁 现在就我点了冰淇淋和啤酒 太热了 今天超过30度 本来是不想喝啤酒的 现在还是决定喝了 太渴了 这叫消云布他们这边的叫啤酒厂 我又点了一份这个 哎呀一看它这个是好长时间没人吃了 现在结账了 我闺女已经到了 我们马上走了 就接她 看我家闺女 都说来接她了 她躲在下面干什么 人家都是在这里头 这里是布布林恩这个地方 现在让我闺女带我们去找她的学校 这样子星期四她就自己能找到 没有在前面坐着了 4分钟的车程 我们骑自行车 现在去找学校 已经到归宁学校了 这是她的后门 然后她星期四要到这个A区去报到 这是她的学校 KESB 看就到这边来 星期四她一个人就可以过来了 办入学 现在我们要回家了 她自己能找到就行了 这就是我闺女学校的另外一面 还有人 还有人 我们现在走到前面找A洞 看看看看 这就是A 看前面那个地方 它有一个大字母A 然后邮件上面都写好了 在哪个房间 几楼都写得清清楚楚 几点钟 4点钟她就一个人来吧 马上17岁的人 可以自己一个人来 我闺女学校旁边 这里就是一个好看的公园 这就是我闺女学校旁边的公园 挺漂亮的吧 到时候都是玫瑰花 我觉得挺好看的 对 真好看 前面那个过了个红绿灯 过了就是 我们现在在地铁站 这一只鸽子在溜达呢 大家第一件事就赶紧浇水 因为早晚没有浇 就是为了 本来心情挺好的 后来一聊到驾照的事 然后心情瞬间不好 然后我就啥也不想干了 今天赶紧给它补起来 看看我的小菜园 希望快点发芽吧 我撒的青菜 看我老公现在在做鸡油军 就这么一点点 昨天采的 可怜吧 现在是把面条和鸡油菇和肉泥一起炒的牛肉 然后呢 现在给它搅拌一下 马上9点了 终于吃饭了 好好好 ok ok 够了够了 鸡油菌 忍不了了 我们坐在外面吃 今天很热呀 但现在有点凉色 吃饭吧 好不好 太好吃了 看吧 闺女饿死了 哎呀我吃得了 嗯嗯 是不是很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 没事 谁吃饭不是这样的 不脏腿吃啊 嗯 我吃好了 不要 然后 一点点 看我老公 嗯嗯嗯嗯 他要吃一点 一点点 从我闺女那吃 谢谢啊 嗯 嗯 够了 不要嘛 我刚才问的 不要 不要 太多了 祝大家晚安吧 明天我要上课了 嗯嗯 对 我先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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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给你